如何在家裡檢測你的肩頸是不是弱化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捲腹的等長縮縮一分鐘 就可以讓你感覺到你的肩頸是不是帶長的很嚴重 那我們如何做呢 好 請看示範 好 第一個 你先躺下來以後 兩腳屈膝打開約肩寬 腳後跟在臀部正後方 捲腹上來就停滯在這個最高點 一分鐘 頭跟肩膀盡量往膝蓋方向抬 來刺激這一塊上腹部核心 當這一塊核心力量不夠的時候 你的頭跟肩膀會一直往地上躺 但是你不讓它躺下去的時候 這個肩頸就會開始帶長很嚴重 所以呢 為什麼做上腹部的核心檢測 就可以檢測出你的肩頸是不是弱化 因為這塊肌肉不好 肩頸也會跟著不好 這就是檢測方式 我們剛剛檢測肩頸痠痛 要如何解決呢 其實只要做伏地挺身 帶動我們的肩關節跟軸關節 它就可以刺激你的胸大肌肩背肌肉 所以肩胛骨這附近的肌肉被刺激好 你的肩頸痠痛就會不見 那我們怎麼操作呢 我們分為四個動作 有出階 然後中階 然後再進階 再標準 標準的是最難的 那我們怎麼做標準伏地挺身呢 趴下來 我們先做最難的 兩手 按壓在胸部兩側 約肩寬或略寬 切記不要在臉頰兩側 在胸部兩側 手指頭要微微的打開朝前 兩腳弓起來 腳指頭碰地 好 那你在操作的時候呢 你的核心要同時用力 慢慢推撐起來 用力縮覆 慢慢趨走下來 好 慢慢推撐起來 慢慢趨走下來 二 一般長者核心不夠強大的時候 它會出現這樣子的兩段式起來 也沒關係 慢慢推撐起來 慢慢趨走下來 慢慢推撐起來 慢慢趨走下來 這種模式也沒有問題 好 我們做第二種呢 跪膝的伏地挺身 把我們的膝蓋跪著 不要起來 上半身一樣 用力縮覆 把身體推離地板 慢慢推撐起來 慢慢趨走下來 慢慢推撐起來 慢慢趨走下來 那第三種呢 就是越來越弱化的人 年紀越來越大 他推不動身體 所以我們就設計一個 用手肘撐 肩管節要越貼近地板越好 那兩腳弓起來 一樣用手肘撐 跟核心的力量 還有腿部的力量 把身體撐平 好 慢慢推撐起來 用力縮覆 慢慢趨走下來 趴下來 慢慢推撐起來 慢慢趨走下來 這樣往反來做 他也可以訓練到上半身肌肉 那萬一更年迈的人 就是整個身體推不起來 我們就用貴膝的軸撐 慢慢推撐起來 慢慢趨走下來 慢慢推撐起來 慢慢趨走下來 這四種模式呢 你可以自行選擇 你先看看你現在的能力 能做哪一種 量力而為 慢慢地訓練 伏地挺身呢 除了肩關節在動以外 軸關節也動 所以呢 很多媽媽軸啦 高爾夫球軸啦 透過這個運動也會舒緩很多 甚至斜方肌好的時候 你的偏頭痛不見 你只要肩頸不舒服 你就透過趴下來 做伏地挺身的動作 就可以有效改善